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18年被列入省级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 活动中 来自香港 助善商会 外来务工人员等新善逗人家庭 专程回乡的在外潮商家庭和本地家庭的50位青少年 在父母师长的见证下行沐浴更衣 感恩敬茶 跳花园墙 西药凤头礼 发出立报国之心做文明少年倡议 一道跨过花园门共同体验潮汕飞衣民俗的独特魅力 切身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沉意韵 温战斌在制作中指出 潮汕民俗初花园传承着教化下一代 知礼仪 正行为 懂感恩 勇担当的优良传统 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 孝涕忠信 仁义理智 自强自立的精神内涵 如今已成为连结海牛外潮汕相亲的情感纽带 更成为传播中华文化 讲述中国故事 展现汕头形象的生动载体 文展斌希望广大青少年以这场成人礼为新起点 立洪胡志展报国心 将个人理想追求融入祖国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 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 立德修身 传承文化 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学习弘扬 潮善先辈 爱国爱乡 敢闯敢拼 守信众义 团结互助的精气与气魄 在人生大路上走得更正 走得更远 勤学笃行 脚踏实地 珍惜大好 学习时光 求真学问 练真本领 勇于追梦 勤于圆梦 分立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善斗实践挺应担当的青春华章 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和支持青少年工作 为青少年成长成才 创造更加有利的环境 为青少年实现理想抱负 搭建更为广阔的舞台 市领导田辉 叶贤 李绿岸 李昭 林一鸣参加活动 昨日垂条 今朝成官 潮善出花园民俗是我国传统官机之礼的民间遗存 也是十五虚岁的潮善少年一场特别的成人礼仪式 出花园仪式蕴含着中华优旧传统文化中 孝涕中信 仁义理智 自强自立的精神内涵 活动现场 孩子们沐浴更衣 请感恩礼 吃头彩石 跳过胶略 不出花园 以一系列富有仪式感的流程和环节 完成属于自己的成人礼 并立志成长为有担当有责任的时代青年 今天我和弟弟一起来参加这次潮善传统的出花园仪式 我们是双胞胎 通过这次活动我感受到了潮善文化它很有魅力 平日里也很少给父母寄茶 在寄茶中我也感受到了父母对我的养育 这个活动非常有益 我们和他妈妈到现在这个心情都非常的激动 走出了花园就成人了 成人了就应该有当当 又有责任 又学好知识 学好奔灵 以后为社会做贡献 活动还设置特别环节 邀请青少年一同诵读 立报国之心做文明少年倡议书 向参加活动的家庭送上代表诚诗首信的印章礼盒 在传统文化与新时代文明实践的融合中引导未成年人共同沐语文明新风尚 知日礼仪 正行为 懂感恩 用担当 不少长期居住在外地的家庭 也专程带孩子回到汕头 体验家乡的非移民俗文化 今天我成人了 以前都是父母照顾我 现在我也要帮助父母 分担那个劳动 分担家庭责任 希望爸爸妈妈放心 是从那个江苏 江苏常州 专程从那边赶过来 把我们参加这个活动 我觉得这个活动对我们这个小孩的意义非常大 是想给小孩记住他就是朝上人 记住我们朝上一些风俗习惯 我们成朝上的美德就是包括成心 守性 孝敬父母 一代结一代 一代成一代 希望这个年轻就下来爱国爱乡 做出优秀的回报父母 回报国家 回报家乡 如今伴随着朝人足迹 出发员习俗文化与精神内涵已传播到世界各地 成为传播中华文化 讲述中国故事 展现汕头形象的生动载体 非常喜欢朝上这个文化这个氛围 好好学习 健康长大 为国家为家庭做出一些担当的贡献 出发员是潮汕地区独有的成人礼习俗 具有历史文化社会民族价值 2018年出发员被列入第七批省级非移民路 2024年 上都是我们的节日七夕节 出发员仪式体验活动中使用的各种物件 有着不同的吉祥寓意 寄托着对孩子的美好祝福 活动现场桌面上摆放着鸡 鱼 猪肉 发果 十六果 红包 铜钱 豆干 芹菜 蒜 大橘 糖果 桂圆 稻种 十二色花水等物件 其中 一整条鱼代表做事要有头有尾 有食有粥 年年有余 青蒜代表聪明伶俐 芹菜则是期盼孩子长大后勤劳致富 勤俭持家等 不少物件的寓意都源自潮汕化的谐音 寄托了父母对孩子吉祥 好运 幸福和成功的美好祝福 此外 还有部分物件源自成功人士的故事 代表着像榜样学习的含义 在潮汕地区 一乡一俗 一地一俗 但是在初化院这个房间上面 我们有一些物品是共通的 比如说 在初化院的桌子上面有一只公鸡 这个公鸡是在超山地区有一个文科状元 林大清 传说他咬了鸡头之后就当状元 出人头地 那么寄托了长辈对青少年的一种美好的愿望 鱼旁花果 这意思是民众对青少年的一种普遍的愿望 就希望他们发财富裕 有一个美好的人生 鱼旁 大橘 还有糖果 这意思是这个青少年以后的日子呢 大吉大利 人生甜美 比如说 在桌子上面有桂园和种子 表示了人生跪去盈满 对人生的充满了希望 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进步 初化院仪式的环节逐渐被简化 但那份神圣的仪式感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始终不变 上桌初化院作为一个非遗的项目 我们也希望青少年能够了解我们的传统的民俗 传统的文化 带着家庭和长辈的美好愿望走向新的人生里程 三号到四号晚 传承齐黄心火 赋能健康汕头 汕头是中医药文化服务 即健康夜市活动 在小公园街区火热开展 市民游客参与热情高涨 两天来 参与活动的群众超过六万人 接受一一一诊的群众四千多人次 周末的晚上 小公园中山纪念亭周边人潮涌动 市民游客游览中医药文化街区 接受中医名家把脉问诊 体验中医药先进技术 品尝药食同源产品 观赏健康 养生表演 不少活动摊位前里三层 外三层 现场活动有特色有亮点 明医一诊 三福贴 中医理疗 智慧中医等12个专区 以及互动讲座 中药材辨识 中医药服务场景体验等区域 让市民游客在逛侠公园的同时 了解中医药文化 收获健康知识 感受中医药的魅力 加深对中医药的认识 我学会辨认了几种中草药 然后还知道了它的药效 以后我学会怎么搭配药了 期盼中药制药技艺能得到更多的关爱和重视 期盼有更多有志与中医药发展的年轻人 加入到中药制药技艺的传承与创新中来 这场中医药文化的盛宴给市民游客提供近距离了解中医药文化和健康知识的平台 为炎炎夏夜增添杏林药香 更为汕头大健康和文理产业融合发展 注入新活力 这次活动还是几番的非常成功 也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群众的常与热情跟积极性超出了我们疫区 有些群众在接受医医疫诊服务的时候 直到活动的结束10点半了 他们还不时的走 还为着庄家问诊 那中医庄家也为此特意延长了这个看诊的时间到11点 4号晚的主场活动还分别在朝阳区城南街道 精品区小公园街道 设置健康夜市下基层巡回站 服务基层群众 现场设置传统中医疗法体验区 明中医疫诊区等专区 省市级中医名家为当地百姓提供免费 把脉问诊 健康咨询等服务 我今天带小孩过来就是最主要体验一下 中医的疗法 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体验了小儿推拿 到了我们中华人民那个神奇的那个疗法还有手法 下来呢我们卫健部门呢 将结合百千万工程的开展 把这个活动走深走实 计划呢在九月份到十月份分别在城海 龙湖 再举办一场活动 让这个群众更加关注我们中医药 也接受我们优质的中医药服务 那我们推动我们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四号碗 一台富有潮汕乡土文化特色的村碗 点亮种下的新西之夜 2024年大地飞鸽美好生活 龙湖区粤文坊新旅区夏季乡村晚会 在新西街道举行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村碗 吸引2024年 埃及青少年中国文化研学营的 埃及师生代表 以及跟在华夏乔建汕头 2024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 广东汕头营的 意大利籍华人和美籍华人青少年代表 前来观赏 乡村的热情和活力 给他们留下美好难忘的记忆 晚会在节令谷节目五股风灯中 拉开帷幕 最后索纳独奏 潮剧名家名曲 小品 潮剧唱段清唱 讲古 相声等精彩节目 文番登场 整场村晚以农民唱主角 展现新时代新农村 新农民的新面貌 呈现乡村文明 新风尚 三河村是一个文化艺术气息 浓郁的田园综合体农村 在实施百千万工程中 村区面貌显著提升 吸引来自五湖四海的书法家 画家 潮居艺术家 文学教授等新村民落户 在互动环节 新村民分享乡村的美好生活 现场还布置灯泥台 等乡村文化场景展示区 让来善言学的埃及师生 以及海外华人青少年 近距离体验潮汕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第一次来中国不仅仅是来汕头 感受了很多 潮汕很浓厚又深远的文化 一直都受到很多人热情的接待 食物这些的口味又很丰富 很高兴这一次来这边 有这么多的体验 我一到中国特别是汕头 一到的时候 感觉有温暖的感觉 好像是一家庭 我感觉这里中国就是太大了 然后文化太丰富了 每个地方不一样 特别是在这里在潮汕 汕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城市 我对汕头的文化也有好感 然后这里的美食非常的美味 有很多很好吃的美食 有吃过牛肉火锅 也有一起去看过潮剧 还有音歌舞 本次夏季香葱晚会 是汕头市文庆百千万系列活动之一 有市委宣传部 是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指导 龙虎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龙虎区新西街道党工委办事处主办 汕头柔美是文化馆 龙虎区文化馆 龙虎区乐文坊 兴旅居承办 3号到4号 2024城海区粤港澳潮级青年夏令营在深圳举行 活动首次邀请海外乔青参加 来自泰国 马来西亚 中国香港 中国澳门 广州 深圳 珠海 佛山 汕头等九地的潮级青年代表 130多人 相聚鹏城 走访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 以及商汤科技 澳比中光等企业 体验深圳发展速度 感受城市创新活力 共促交流发展 大家还参加夏令营主题联欢晚会 和玩具青年对话交流活动 增进友谊 后执相情 粤港澳潮级青年夏令营 是城海区对外交流联谊品牌 至今已举办七届 吸引粤港澳及海外潮级青年 近千人次参与 参与这个活动 可以认识更多的相亲 可以认识更多的不同地区的朋友 可以去传扬我们的潮汕文化 今天 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 举行2024年开学典礼 来自五湖四海的新生 相聚南校区 将在广乙开启逐梦之旅 今年 广乙理工在全国16个省市 共录取608名本科新生 计划完成率110% 其中 省内录取322人 省外录取286人 总录取人数是去年的1.15倍 600分以上高分考生显著增加 录取最低排位月升20% 学校治理培养有智慧 有勇气 有激情的新一代理工人才和行业领袖 将持续强化研究型 创新型国际化的办学方针 积极推动高等教育改革与创新 未来四年将我的理论知识和我的这个实际研究 然后结合到一起 然后并且也为我将来的 比如说 深沿或者是将来的学术之路 然后再做好铺垫 我是来自汕头本地的 接下来的四年时间 努力学习吧 对 然后收获更多的知识 然后这种国际化的环境 也可以为我以后可能出国深造 或者是在国内深造 对 以后的学习提供一些基础 开学典礼结束后 广乙还举行南校区校董会会议式 启用接牌仪式 近日 90后新锐作家 黄手坛 陈润亭 新书分享会 在汕头和胜书店举办 活动由市文联 汕头荣美主办 潮生杂志社 汕头和胜书店承办 这是2024南国书香节 汕头分会场的活动之一 黄手坛 陈润亭 是来自汕头的青年作家 近期分别推出 《走仔》 《超级玛丽历险记》 两本小说集 它由十篇短篇小说组成 他们写的主要是 发生在岭南地区的一些故事 这些书主要是我对 这个现实的一些观察和体悟 在这本书里面呢 我描写了很多 发生在各地的故事 但是基本对我来说 它是都是从潮汕出发 我是很希望我的家乡的朋友们 读者们能够认识到这本书 能够在这本书里面 读到一种流动的潮汕 昨天 中国体育彩票2024年 广东省青少年首球女子锦标赛 在汕头张大体育馆收官 本次比赛设甲组七人制 一组无人制 来自广州 深圳 佛山 东莞 中山 湛江 云福 清远 八个地级市的十三支队伍 两百多名运动健儿 齐聚汕头 深圳队和清远队 分获甲组一组冠军 汕头将承办明年 第十五届全运会 竞技体育组女子手球项目 此次比赛的成功举办 将助力我市积累 半菜经验 今天的汕头新闻播送完了 感谢您的收看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您可以关注汕头新闻 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各位观众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